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节能减碳为公司内部重要管理议题 公司提供员工提案改善 及成果效益奖金制度 鼓励全体员工共同提案 共同参与 未来统一企业洋梅总厂 很会持续节能减碳 共享产业经验与技术 为这个环境尽一份心力 统一企业洋梅总厂 主要生产卤制品以及饮品 对于制成的部分需要用到蒸汽 那我们锅炉除了提供品质良好的蒸汽以外 对于使用的燃料也很重视 原本锅炉的系统使用燃油系统 改为天然气系统之后 除了节省储存还有运输的费用以外 那也降低了燃料的成本 对于环境的空气排放品质 也达到很好的效果 我们原有的制成冰水机是用机械式膨胀罚 机械式膨胀罚它是用气体对水的冷却 效能比较低 造成它单位耗能比较高 于是我们现在改成电子式膨胀罚 电子式膨胀罚可以用它电子的功能 来控制我们热交换机的冷媒议会 造成水对水的冷却 水对水的冷却 效益比空气对水的冷却 可以降低习惯的单位耗能 统一激烈 节能标杆 既往开来 真识勤朗 创新求敬 杨美总长 战 果然是 继续 继续 把 谢谢观看